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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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化 百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缘解如来真实义 我未看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 经文里面 若在公失当元众生 入于圣地永随慰欲 就是这个 那个脊纵那里 第二行 最后来数上去的第四句那里 今天就是在脊纵那里 就是第三行 那个就是 经文里面就是说这个 穿婴落字 当愿众生 艺色写诸 到真实处 婴落 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木戴那顿帽上面 有一些装饰的品 那我们就叫做婴 挂在身上那些就叫做婴落 实际上婴落是我们所指的 就是一种装饰的一个饰物 那里就是说在家的菩萨 带着这些装饰品的时候 就像我们带着耳環、颈掩、戒指 这些都是属于装饰品 当我们带着这些装饰品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提起我们的正念 就发愿 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警觉 那这些装饰品 其实是一些虚假的装饰 所以就说要我们到真实的地方 那就是指真实的地方 就是指我们自性清静的真实的地方 就能够成就我们的戒定位 这些真实的庄严 那随顺着这个真理 我们就称它为法界性 能够收一切的法 所以就说能够到处真实 就是说能够到了真实的地方 那升华了我们自己的人格 提升了我们内在的慈悲和智慧 要到处到处都是真实 那这个是要能够 意识我们写所有的东西 而到这个真实的地方 那还有一重的意思 就是说 英乐就是指我们 在这个生活之中 面对了社会大众的时候 所体现到自己的形象 那这个愿就是能够 愿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写来假的 我们人有的时候 会用一种假的面具 就是要我们能够 愿一切的众生 都写来这个假的 那直心就是道场 就是说以这个福慧 作为这个庄严 以这个慈悲 作为这个婴乐 愿我们一切的佛弟子 都能够直心直行 不会去扭曲我们自己 那接着经文里面说 上升流角 当圆众生 升正法流 切建一切 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做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转变成为佛法 我们在上楼梯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搭梯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将它转变成为一个修行 在世间法来说 有说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们能够登高 我们能够望远 我们能够眼光远大 佛弟子当我们搭梯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这个事情转过来 就是说愿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升正法流 看得更远 能够切建一切 切建这个法界 又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提升我们内在的智慧 能够明白自己的真心的本体 能够大切大悟 这个就是生正法流 所以就能够切建一切 有片枝的智慧 所能够切建一切 在这个141众里面 每一首的解众 它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才能将生活提升成为佛法 我们怎样由事相而深入到体性 理体 我们怎样由修德而显发了我们的性德 我们怎样在每一件事 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 去保持了我们的觉悟 由此觉而显发了我们的本觉 每一首的解众 它都是由这个是到这个理 由这个上到这个性 由这个近到这个远 可以在一个观点 CAM greedy 如果当我们上楼梯时 属于是战修 但如果我们是搭升降機的时候 我们就远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就会顿悟 不管我们要走多少层室 或者是搭升降机我们营 待會很快就能夠到達 你要所到達的目的地 我們都願意一切的眾生 在一刹羅之中能夠豁然大悟 你搭電梯在生活之中是小事 都變得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功德 我們落樓梯的時候 我們都要發願 我們要當願眾生能夠遇到這個聖言 來到這個凡間來度化我們眾生 所以就將這個生活之中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能夠將它轉變成為佛法 文殊菩薩 他遇到的恩怨 就是有他的師父 文殊施理菩薩 就是他能夠善於 他在當下每一個恩怨之中 能夠顯化了他的本具的智慧 所以這個恩怨就能夠成為了我們的老師 能夠顯化我們內在的卑志 經文裡面有 若有所思 當願眾生 一切能寫 心無愛著 這個是指這個報師 我們人要難寫 能寫 不能夠寫的 或者是寫不得的 我們都要寫 這些才是真正的寫 譬如我們 我有錢 有到五百億這麼多的金錢 但是我只是報師一元 這些人就說 他用一元去報師給別人 其實他不是真是一個真寫 因為他有這麼多錢 他應該要比較報師多些出去 但是他這個只不過是 他對一個向他化緣的人 是施捨給他 就是隨便這樣 不是出於他的誠意 這種我們不學 叫他不是真正的寫 但是在一些人 他是沒有錢 但是他又希望可以報師出去 他是用一個真切的心 亦都是用他最辛苦 和最寫出去的 這種才是我們說真正的寫 但是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我們雖然報師 我們都要量力而為 因為你的能力是可以做到這樣 我們就這樣做 但是如果我們的能力是做不到 我們勉強去做的 如果你想因為想報師 而向別人借錢去報師 這些都不是屬於真正的報師 所以經文裡面說 若有所思就是說 若有眾生能夠做到報師 就應該發願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發願 願我們令一切的眾生 一切都能寫 一切不能寫的 我們亦要寫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無愛著 你的心裡不要有一種的貪愛 你若果能夠把所愛的寫 這樣才是真正的寫 例如有一個人很喜歡他的古董 他的古董是一個無價的寶物 多少錢他都買不到 所以這個人在睡覺裡 他都經常掛念他的古董 他就發了一個夢 夢見他的古董被人偷了 他一怕起來 夢醒了 他就知道 這個其實也是他發的夢 這個古董其實沒有被人偷了 這些都是因為 他經常掛念古董 連睡覺做夢 他都是掛念古董 這些其實是一種苦 如果他能夠將它寫了 他的心就會無愛著 古董是這樣的 我們人其餘所愛 和我們所執著的 我們都應該將它能夠寫 一切能夠寫 一切能夠寫 他不是只愛在的一切的上 或者是一切的物 我們都要寫 而是我們的內心 要沒有這個愛著 所以行菩薩道的人 有時候對某一些物品 他應該暫時不寫 但是對於他一切的 我愛的執著 或者我執著 而留在我們的心裡 這個就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將這些愛執 和執著能夠寫棄 這樣我們才能夠得到大的利益 可以利益眾生 也可以弘揚這個佛法 我們的心能夠看破 能夠放下 就是一切的能寫 所以佛經裡面說 心經裡面說 我們要做到心無掛礙 將一切這些我們都能夠寫 經文裡面 眾會聚集 當願眾生寫中罪法 成一切字 聚會的時候 我們要用智慧去觀照 不分別聚會的外相 就是寫中罪法 在一切的法上面 我們都能夠認得它的本體 我們的體解萬法 那個本體的智慧 這個是一切字 佛、菩薩、元閣、阿羅漢 都有它的一切字 就譬如 我們的身體也是這個中罪法 是這個石、地、水、火、風、空、根、色 七大所聚合而成的 我們能夠透過過去生滅的身體 那個表上 而見到這個不生不滅的真法 能夠見到這個不生不滅的真性 是成為一切字 我們要知道 成就這個不生不滅 而體證了這個不生不滅 是要我們不離開這個生滅法 在這個生滅法上的當下 我們能夠體證到它的本體 它的不生不滅的真語的法性 所以說 寫中罪法成一切字 寫就是不執著 對這個外相 我們知道它是生生滅滅 是虛幻 我們能夠誤到這個真語的法上 所以就是成一切字 經文裡面 若再厄難 當願眾生 隨意自在 所行無礙 若再厄難 厄難就是指災難 或者是苦難 就是當你最危險的時候 或者你是有病的時候 或者是病到快要死的時候 或者是你走路的時候 或者是你遇到這些財囊苦怕 或者毒蛇猛獸 正在危險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 心能夠轉這個境 我們受苦的時候 我們要發願 苦願自受 樂願他取 代一切的眾生受苦 願一切的眾生 隨著他自己的心意 而得到自在 隨意自在 不用受苦難 能夠將我們所遇到的 一切外在的陳景 無論是順景 還是逆景 我們都將它能夠轉入到這個 真如性海之中 能夠轉入的話 就能夠開發我們的自性本具 無窮無盡的功德的寶藏 我們看我們歷代的祖師 諸佛菩薩他們所顯現的 是不可思議的神通妙用 是從哪裡而來呢 其實都是從我們那個 自性功德寶藏裡面而來的 我們九華山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 地藏王菩薩化身成為一位叫金橋國 地藏王菩薩的肉身塔 就是六十年開塔一次的 每次打六十年一次開塔 當塔打開的時候 地藏王菩薩的肉身 他的手指甲 都會因為在裡面六十年 他都會生長 因為六十年的時間很長 他的手指甲就長到彎了 變成一個打了圈 而他的頭髮也是會長的 所以六十年開塔一次 都會跟肉身的地藏王菩薩 剪指甲、剃頭和換他的袈裟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 是我們的自性寶藏 能夠開顯以後 所產生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神通妙用 在這個佛指甲的三十七宗裏面有說 貧窮行避他人欺 又遭重病及魔障 眾生諸虎以待受 無歇藏事佛指甲 真正的佛弟子 遇到這個逆境的時候 假如他是很貧窮 被人欺貌 又生重病 或者有這個魔障 又來干擾 這時候 心都不會退轉 亦都不會脅弱 亦都不會退協 能夠更加勇猛精進去發願 眾生所有的苦 我能夠代他受 我代一切的眾生 承受他所有的痛苦 這些就是佛指行 就是菩薩行 就是願一切的眾生 都能夠隨意自在 所行無礙 經文裡面 社居家時 當願眾生 出家無礙 心得解脫 古德有一首《鬼》 他這樣說 孔雀有色嫌身 不如紅眼能高飛 白衣雀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得盛 在這個逐世人 雖然是擁有很多的財物 或者是名利、權勢 但是他吻含著的 是有很多的困惑 以及不能夠得到自在 所以能夠社居家 就是說能夠發願出家的時候 就是要圓一切的眾生 都能夠出家無障礙 心能夠得到解脫 這個出家 是否對在家菩薩 就是不起這個作用呢 亦都不是 因為在家菩薩 隨時隨地 都是要用到這首計頌 出家無礙 出家 不是單單出世俗的家 而是要出三界的家 要出這個無名的家 出世俗的家 是很容易 但是要出三界煩惱的家 就是不容易的 我們要斷進這個建華 施華 成就這個阿諾漢道 才能夠超出這個三界 出來這個三界的家 出這個無名的家 更加是不容易 只有佛陀 他能夠斷進一切的無名 所以他才能夠出這個無名的家 前面所舉的十一個大願 都是菩薩在家的總的修行 現在菩薩要出家了 出家是一個境界 是一個願 所以在寫這個居家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樣用心呢 要提供我們的境覺 破除一切的障礙 令我們的心 而獲得到這個解脫 所以說 寫居家時 就是這個出了家 人出家要真正這樣去修行 不要犯戒 又不要破戒 不要做一些破戒的比憂 要做一個清淨慈戒的比憂 所以說寫居家時 就是要出家 想要替法染醫 出家做佛的弟子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發願 我們要發什麼願呢 就是要當願眾生出家無外 我出家之後能夠發願出家 沒有障礙 沒有人來令我不能夠出家 我生生世世都要發這一種的緣 我要想出家 就要立刻能夠隨心滿緣 不會有障礙 我們的心能夠得到解脫 我們的心裏面就會得到解脫 我們的心得到解脫 就沒有掛外 沒有掛外就能夠得到解脫 解脫有這個畏解脫 還有這個心解脫 還有這個叫巨解脫 阿羅漢就有三種 乃至有九種的阿羅漢 為解脫的阿羅漢 是屬於這個頓悟的 一聽聞佛法 馬上能夠開悟 佛陀說 善來彼憂 蘇法治諾 然後他的袈裟 就能夠披在他身上 心解脫是聽聞佛法以後 沒有馬上能夠得到開悟 是要經過一段時間去修辭 才能夠正到阿羅漢 一般來說 心解脫的阿羅漢 成了阿羅漢以後 就有這個神通 但為解脫是不一定的 可能也沒有 我們要成就這個清淨心 最重要就是保持我們 智慧的觀照 開發我們內在的完美 不要向外去苦苦追求完美 追求這個順境 我們要深得解脫 能夠出家無外 深得解脫 內在的卑士開發出來 就是完美的 有一個預言 以前有一個老人家 已經是七十歲 他一直都沒有結婚 從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開始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 其實他的目的 就不是去珍港見聞 他的目的 要找尋一個很完美的女人 做他的妻子 但是一直到他七十歲 他還未結婚 大家聽到之後都很同情他 就問他 你已經走過了這麼嚴遠的路 跑了這麼多個地方 難道你一直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完美的女人嗎 這個老人家 他就很感傷地說 他年輕的時候 實在在有一個地方 曾經已經找到一個很完美的 完美到無與倫比的女人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 你為甚麼沒有娶她 這個老人家就說 因為他亦都是要找一個很完美的男人 其實這個語言就是啟發了我們 如果我們向外去尋求完美 永遠都不可能尋求得到 就算是尋求到完美 亦都是無能為力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內在並非是完美 我們的內心的那個卑置 亦都是不完美 所以我們看到的所有的外景 亦都是不完美的 當我們內在有慈悲和智慧 成就了完美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世界才是最完美的 我們走到哪裏 去到哪裏就是淨土 就是入了這個聖地 所以說永除惠辱 心靜我們的國土就能夠清淨 我們的心能夠得到解脫 一切外景不能夠障礙到我們 我們的心能夠圓滿 一切都是大圓滿 沒有不圓滿的就是大圓滿 最關鍵的就是我們要轉化我們的心 所以說出家無愛 心得解脫 經文裡面 入真騎藍當願眾生 演說種種無歪真法 生騎就是和合眾 有這個理和和是和 理和就是同修無為的法 能夠正無為的理 是和是和就是說我們六和徑 大家知不知六和徑 有沒有人不知道 六和徑就是指有六種 心和同住 口和無真 意和同穴 戒和同修 見和同解 利和同君 這六種就叫做六和徑 那麼 藍就是我們說入生騎藍 藍就是指一個園 好像花園原地的意思 和合眾共同修行的地方 在這裏的意思 入生騎藍就是和合眾共同修行的地方 一般就是這個寺院 就是到出家人修行的地方 到這個道場 在這個寺院裏面就是騎藍裏面 或者是一些直靜的地方 或者是大眾修行的一個地方 所以生騎藍就是出家人所修道的地方 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都要發願 當願眾生演說種種 就是要能夠演說種種的佛法 所謂智者見智人者見人 心者見心 淺者見淺 講經要觀機鬥教 因為人的說法 就要看眾生的根性 適合哪一種法門 就講哪一種法門 所以佛有說說 佛說一切法 因眾生一切心 若無一切心 若無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演說種種種 演說種種 就是說 是講這個 我們要知道 不是一個講法 是要用種種 來講這個法 所以這個經典裡面有說 你要深入經狀 自衛如海 無歪真法 歪就是指不對的 這個Y字就是違背了經典的道理 說的是不合經的義理 就是我們俗語所說的 離題萬丈 真是跟別人爭論 真是指聖父的心 與這個道相為 就會生起四上的心 所以這樣就可以得到三回 在金剛經裡面有說 無真三回 你有所憎 就是因為我們有憎性和苦 有憎到贏了或者輸了 這些就是落入了人我上的 所以真就是聖父心 與同這個道 就是有相違背的 它就會生在四上的心 四上的心就是指我上 人上 眾生上 受者上 這些都是由這樣來生出來的 由何得三回 就是說你怎樣能夠得到這個定呢 得到這個正定正受 從什麼地方 你可以得到這個三回 其實是得不到的 我們要講這個無歪真法 就是你怎樣講都可以 但是不能夠盡講這個爭論法 在這個升凡都是一念之間 只要我們將負面的新語意 轉成為正面的新語意 這種就是羞恥 將我們容易發脾氣 用暴力這些行為 轉成為懸容無礙的行為 又將我們粗暴傷人 在這個語言裡面的轉化 而成為這個柔和利重的語言 將我們那些貪親癡的念頭 轉變成為卑至相云的觀照 我們能夠轉念 就能夠消除我們的對立 我們能夠和合無爭 所以我們會進入寺院的時候 我們就要發願 要抱怨一切的眾生 都能夠誤入佛法的智慧 在這個生活之中 隨時隨地保持了我們的角照 將這個修行落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經文裡面說 偽大小師當願眾生考試師長 雜行善法 佛住世的時候 大師就是指佛陀 小師就是指我們的親教師和尚 偽大小師 偽就是指到那個地方 偽大就是指到那個地方 去到什麼地方呢? 就是大師 去到這個大阿珍、阿謝尼 和這個大鬼犯師 小師或者是普通的法師 不夠大阿珍、阿謝尼這個資格 這個不是大和尚 是屬於小師 就是指普通的法師 我們就要發願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發什麼願呢? 就是要發考試師長 考試就是善事 就是善考來侍奉我們的師長 集行善法 就是要集學來修行一切的善法 我們不要修行一切的惡法 你收集一切的善法 就是要聽這個善知識的教導 不要聽這個惡知識的教導 和我們剃道的我們稱為師父 有兩個意義的 第一就是代表了我們的老師 另外就是代表了好像我們的父親一樣 所以師父一面是要負起教導的責任 另一面要負起照顧的責任 當一位師父 他的責任非常之重大 弟子如果不能夠體會師父的心 不好好地奉仕師父 對不起師父 我們應該要考於奉仕 在家人來說 我們應該要孝視我們的父母 在出家來說 我們就要奉仕我們的師長 跟從我們的師父去學習修行的善法 佛陀是崇高圓滿的聖人 已經承受了所有的善法 學佛法就是要先學這一點 學佛之後 我們的行為就有所改進 才能夠感動其他人 否則只有增加別人對佛法的委託心 經文裡面說 求請出家當願眾生 得不退發心無障礙 求請出家是一個現象 當我們入了這個生騎籃 求請見這個大小師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出家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警覺到 出家並非只是寫除這個世俗 移入這個道 是遠離這個紅塵 而是為了得不退發 而且要心無障礙 出家人一般就是指身出家 在家菩薩就可以做到 我們的身體不能夠出家 我們的心可以出家 在家人可以自在 出家人就要注重我們的威義 有一個標準的存在 這個標準不是故意做給別人看 是為了要 也不是為了要遷就他人 而是因為出家人 是仁天的施表 是眾生的模範 我們必須要事事提醒自己 這個身出家和心出家的分別是什麼呢 是從這個視像上來說 就是約束 但它不是表示一定會有的成就 但對出家人的規範和事修 就有很大的幫助 同時也有利於他人 教化他人的 這些都只是在這個表面上 至於這個內心的實踐的修持 無論是身出家或者是心出家 都應該是藉著這個緣 來提起我們應有的警覺性 在這個菩提道上 我們要勇猛精盡 永不退心 在我們的功課上 我們要精盡 要精盡屬於表面的工作 佛法上是不退 就是針對對這個菩提道來講的 具足成就之後的不退 能夠改變你的生命的本質 能夠改變你的生命的本質 一般人說的那個不退 只是進而不退 那個叫不退 但是佛法裡面說的那個不退 就是指我們具足成就以後的不退 比如好像一些懂得游泳的人 只要他學會游泳 他永遠都會不退 他永遠都會不退 即使時間 或者十年、二十年 他沒有游泳 但是突然之間 他跳到水裡 他都不會沉下去浸死 因為他已經學會了 學會這一點 雖然他游泳的耐力和他的成績 可能是遠遠都不及 以前年輕的時候那麼厲害 但是因為他游泳的技術 是永遠都不會退 只要我們具備了某種能力之後 我們以後永遠都不會消失 也不會退失 就好像很多人年輕的時候 學會講英文 或者幾十年都沒有用 慢慢都淡忘了 但是如果他又跟別人相處 在一段時間 很快他就會恢復了 他講英文那方面的東西 這些就叫做不退 在學習的過程之中 完全是投入 到了成就的階段 就不會退了 所以既然想出家修道 就必須要專一 完全地去投入 才能夠得到這個不退法 如果在這個菩提道上 得到不退轉 就是能夠令到他的心無障礙 我們平時要時時訓練我們自己 在這個菩提道上完全投入 進未來進來修學這個佛法 每天三兩個小時 我們精進地投入 或者半年一年 我們產生的效果也會有不同 因為每個人的聰明才智都不一樣 我們如果能夠跨過這一關的時候 我們的境界完全會有不同 因為你已經是專心去做 時間長了 我們能夠這麼精進去做 我們就會進入另外 我們的身為一個景地 所以說 譬如我們每日每月 或者是念兩千聲佛號 或者下個月 我就念三千聲佛號 如此這樣我們不斷地努力 我們不斷地精進去 使得我們的生命本質 獲得了改變和提升 所以我們生生世世 都能夠得到永不退轉 在佛經裡 有一則故事來說 有一位大德 他對他的弟子說一番說話 叫他的弟子去外面找一些藥草 這個弟子很有智慧 他出去四處找藥草 但他回來的時候 他兩手空空 甚麼都沒有帶回來 師傅問他 他說 為甚麼你沒有拿到草藥回來 他的弟子就說 在我看沒有不是藥草的植物 他們全部都是藥草 同樣我們能夠善用其心 生活之中的一切都是佛法 沒有不是佛法的事情 我們認為這個不是佛法 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善用其心 所以就產生了障礙 所以一切都是以這個羞恥 來指導我們的生活 又以這個生活來體現我們的羞恥 以這個智慧來指導我們的生活 以這個生活來體現我們內在的慈悲和智慧 這樣就能夠融為一體 這樣就能夠得到這個不退法 心無障礙 經文 在這個界定位栽培我們的善根 將一切的罪 一切收到的罪頁和障礙都能夠寫去 那脫去祝福的時候 我們要警覺到 我們應該要時時勤修善根 寫諸罪頁 在我們在家的時候 有種種的罪頁 在這所謂的罪頁 並不是指我們做了十惡不捨的罪頁 在佛法所說的是善根也好 這個罪頁也好 都不是一般社會定義的善惡 社會道德所規範的善惡 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當大家都說善的時候就是善 大家說是惡的時候就是惡 會隨時間和這個區域而改變 佛法所說的善根是指 當你的心不起動這個念頭的就是善 起動我們的念頭的就是屬於不善 這些都是這個 緣起法界的標準 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 就表示了我們有屬於言 我們的眼睛看到的 就會起心動念去分別 我們的耳朵聽到的 我們也會起心動念去分別 這些都是叫做罪頁 佛法所說的是清清淨淨淨 我們看到的雖然是看到 但是我們不起分別 不會有這個反應 勤修善根就是說 所要修的就是內心清淨 不貪偽的境界 才能夠寫諸罪握 不再起心動念 凡事我們都沒有這個分別 經文 剃除疏法當圓眾生 永離煩惱究竟殖滅 剃除疏法和脫去俗復的意思是相同的 都是捨去不必要的 這裏就將頭髮譬善為煩惱 唯有我們離開這個煩惱 才能夠得到這個殖滅的樂 以上的境界 都是這個緣起法界的現象 所以我們說 亦都是從這個緣起法界 去對峙的情況來說 我們除惡爭善 或者是爭善除惡 剃除疏法不見得 是出家時候才能夠剃除 平時我們時常都會剪頭髮 或者剃鬚 修整我們的面貌 這些都是 只是出家的時候 剃法比較徹底 其實不僅是剃除疏法的時候 平時我們洗頭洗頭髮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這樣的觀賞 提供我們的警覺 離開我們的煩惱 能夠得到這個究竟的殖滅 究竟殖滅就是我們時時得到這個殖滅的樂 殖滅就是我們真正的靜清淨的快樂 你能夠得到殖滅的樂 究竟殖滅 將來也能夠得到究竟的快樂 經文裡面 穿袈衫衣當願眾生 心無所掩 巨大先道 袈衫是印度 是釋迦馬尼佛在印度所制定的 當時為了要和一般的人有所分別 所以就是有這個袈衫 但是裡面的服飾 和我們大家是相同的 隨著我們的時代演變 社會的服飾也會有改變 但是佛教徒的服飾 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外出人不追求潮流、享受 以及不追求別人的讚美 他永遠都保持了原來的樣貌 當佛教傳到我們中國之後 中國人的服裝和印度人有大大的不相同 所以有很多的變化 為了適應我們中國的文風 所以袈衫只是在法會上穿 因為印度出家的時候 他們穿的袈衫是披在身上的衣服 就像你們去過泰國 泰國那些僧人 他們南傳法國服飾 但是來到我們中國就有所改變 因為中國的氣候 我們中國有南方和北方 氣候也不同 所以我們現在穿這些長衫 是屬於唐朝的服飾 就是說我們剛剛出家的第一天 在儀式上 我們一定會披上這個袈衫 披上這個袈衫和脫去這個俗服 是有不同的 因為脫去俗服的重點 是在於寫諸罪額 而穿袈衫的重點 是在於心無所厭 因為袈衫是代表了神聖 和殊聖和清淨 這三個意思的人 我們作為一個出家人 應該如何去提醒我們自己呢 就是當我們穿著這個服飾的時候 我們要隨時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是仁天的師表 我們時時要摸摸自己的頭 告訴我們知道 我們不要忘記 我已經是一個出家修行的人 我的言行舉止應該有我的道氣 和凡夫應該有不同的 經常我們這樣去時時提醒自己 在實際上能否完成做到 我們不敢說 但是起碼我們也很重視我的儀表 一個表面 如果做一個表面功夫 其實也都是 在別人來說 你是一個威夷 別人也會尊重 也會敬仰你 所以我們 顧問論這個表面功夫 是真正是假 在大眾的面前 我們也要做到四威夷 就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站在這裏 就好像松鼠一樣 站得直立 我們坐在這裏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鐘一樣很穩重 我們走在這裏的時候 好像一陣風一樣很輕巧 我們躺在這裏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公子般彎身 這個就是我們出家人 應該要注重的形象 所以說我們穿著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們的威夷要如法 我們的談吐之中 我們要中規中矩 我們隨時都可以影響廣大的群眾 這些都是一般人的第一個印象 我們要威夷要救 不管我們平時在這個修行裏面 是有沒有成就 至少我們在這個教化眾生的福報上面 我們要收到 所以出家人要好修行 原因就是在這裏 我們如果想破戒 都不容易 因為我們要尊重我們的修行的威夷 歸納以上的重點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說 當願眾生 這四個字是要提醒我們 要警覺我們 我們到底要警覺些什麽 我們應該怎樣去警覺 我們要掌握著這句話 就是要有一個領導我們的修法 在大願之中的第一句說話 就是要修行的下手處 表面上經文所說的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很簡單的時常 在這個法義上 就有提供我們的警覺性 這個警覺性就是修法有幾點的 第一 我們要警覺到這個目標 第二 我們怎樣去警覺這個程度 第三 我們的下手處 每一條的大願之中的第一句 就是所面對的境界 就是我們修行的下手處 可以從這一方面來提供我們的警覺 其次就是我們怎樣去警覺呢? 我們在這個行、住、坐、我之中 我們應該用什麽方法來警覺呢? 一般的人呢? 凡事都喜歡用這個異分法的 在這個日常的生活 大致就分成為兩種的情況 就是順境和逆境 所謂的不順境 多半就是對於這個沒有感覺的人來說 既然沒有感覺 自然就不會提起這些什麼的警覺呢? 在順境、逆境 對人都會產生一種刺激 有了這種刺激 就會提供我們的警覺 所以經文的意義很簡單來說 就是若遇順境、提高警覺 吹向終點 若遇逆境、提高警覺 不要墮落 不要墮落的目的 就是吹向這個目標 歸納起來 就是要我們處於這個順境的時候 我們不起這個驕傲的心 處於這個逆境的時候 我們不要生起這個灰心 這種情況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時常都會有的 我們遇到逆境的時候 我們就會起這個親心 我們遇到順境的時候 我們就會生起這個滿足的心 各種的境界來臨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引導呢? 我們應該要仔細地去分判 醫著各人所下的功夫 而有不同的因果 當這個緣來了之後 這個境界現前 你所發起的緣 就要提高這個警覺 以致到我們怎樣去修行的部分 都是我們將來的果報成就 表面上看起來是時常 但是跟這個理事無礙是有關係的 這個就是理事無礙的法界 因為理就是普遍 所現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什麼事的現象 是不會有障礙 就是做善的果報 在佛門之中 真理的樂園 我們不要結下這個樂園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不能夠委托這個佛法呢? 它的果報是不可思議的 這些是因為我們做了邪見的業 如果我們能夠欣景修行的話 我們就會做下這個善的果報 但是在這個修行的程度境界 就有高低之分 就好像做業有大小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難免會收得不太正 我們面對境界 我們要提高警覺 做了錯誤的時候 我們要修正來 但是修正錯誤 並不會因為這樣 越獲得到這個不好的果報 也不會得不到這個功德 這個只不過是得到這個福報 若果我們做了正確的修正 我們得到的就是功德 我們的法心偽銘 就是因為這些而得到增長 所以依秦正法修行 就是修錯了 仍然是有它的福報 因為這個錯不是邪見的錯 而是在這個目的裏面 能夠掌握不住 我們修正好 我們的功德仍然是有的 真正的菩提道上 我們修行的功德和我們的福報 是同時以增進的 那麼我們讀經 我們可以修智慧 同時也可以修這個福報 我們報師可以修這個福報 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時修這個功德 所以說 修福報不一定是要給錢人 或者是幫助別人 我們能夠鼓勵人學佛 都是修福報 主要是在於掌握著那個關鍵 我們要知道要警覺什麼 和怎樣去警覺 我們由這樣訓練 才能夠建立這個正念 我們的福位和我們的智慧和福報 亦隨之而增長 我們不做其他種種的衍生 只要從中能夠仔細去修行 這樣就能夠發現到 佛法是不離開這個世間法的 絕對存在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之中 雖然這次所說的是有關於出家的部分 但是在家居時 我們也可以照樣去修行 出家人的袈裟 就是在家人的蠻衣 我們剪頭髮洗頭 就好像我們剃除梳髮一樣 我們用心是相同的 不分是在家或者是出家 在家人和出家人 雖然是有些分別 只不過在這個服飾和義用上有不同 其他以外 出家人的身就是為仁天師 要負擔成就眾生發生慰明的使命 經文中說 正出家時 當願眾生和佛出家 救護一切 這裡所說的是警覺的目的 就是要出塵 就是脫離這個紅塵 但是脫離紅塵 並不是說不理這個紅塵 有很多學佛的人 學到最後就變得很奇怪 好像我出家修行也好 在家學佛也好 他就覺得世間的事 我們應該要不聞不聞 什麼事都不理 這個世間法 我們應該全部都能夠放下 脫離這個世間 處理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理 其實這件事不是的 我們是在這個世間裏面 對於這個世間法也好 我們也要處理得好 在這個出世間法裏面 我們也要同時處理 因為這樣才能夠增長我們的發心偉味 才能夠得到這個出世間法 現在很多出家人 出家的意義就是 離開這個紅塵 不問世間的是非 什麼事都不理不相處 跟世間的人 這樣就叫做出家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現的是四大色星在這個身體 我們在這個世間裏面去修行 離開這個佛法 所以說同佛出家 就是要我們遠離這個四大色星 這個生命的物質現象的干擾 就好像佛一樣 能夠成就這個發心的慰明 即使有人要殺你 你都能夠寫這個身 就說你殺我沒問題 他能夠寫這個色身 這個四大色身即使是給我們 只不過要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發心慰明 就要堅定 與其他的因緣再重組而來 兩者同時存在在這個色身之中 但是亦都可以感受到這個色身之外 這個色身之中還有這個發心慰明 你很難會分辨 它是否在一起還是分開 這個色身之中有這個發心慰明 發心慰明不能夠離開你的色身單獨而存在 這個愛力能夠毀滅我們的色身 但是這個不能夠毀滅我們的發心慰明 當我們這個四大的色身毀滅了之後 我們的發心慰明會跟其他的因緣再重組 而成立了另外一個生命體 這個發心慰明就是我們的生命的本質 它會一再這樣去提升 在這個被毀滅在這個天上 我們這個人間色身毀滅了 可能我們會跟天上的因緣組合成為天人 或者跟淨土組合的因緣 而成為淨土裡的菩薩 所以我們要警覺 就是我們的色身和發身 這一層若跡若離的關係 當我們這個色身 跟這個發身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叫做若跡 如果他們分開的時候 就是若跡 就好像分開了一樣 但是我們說這個分開 又好像是一系 又好像分開不是很清楚 這個就叫做若跡若離 至於跟佛出家是要做什麼呢? 是否坐在這裡給人禮拜 不是 不是的 是要我們能夠救護一切 就是要用種種的方法去教化眾生 就是這個警覺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修行法末 首先我們要掌握到下手處 以一切的境界作為我們的緣 隨著我們也可以隨處都是我們的下手處 那麼我們怎樣下手呢? 我們怎樣去警覺呢? 最後是否要警覺些什麼呢? 這個就是目的了 所以有一個下手處就是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目的 就是一個完整的修行法 用念佛來講我們 我們慈名念佛就是下手處 我們一達到一心不戀就是我們的過程 我們能夠往生到淨土就是我們的目標 如果從參禪來講 我們能夠提起這個話頭就是我們的下手處 我們能夠觀照這個功夫的過程 我們明心見性就是目的 可見到警覺性的修行法 以這個總體來講 就可以用以念佛、參禪 或者我們讀禁經典、慈戒等等 不同的方式去進行 而下手處就是 源於在我們生活之中一切的境界 再運用這個警覺的方式 去引導正確的境界裡面 最後才能夠達到訴求的目標 我們可以大家試試 我們隨時都可以作為一個模擬 就是無論我們走路的時候 或是乘車的時候 或是等人的時候 處處都可以修行 有一首歌是讚嘆發心出家的佛弟子 一個出來心和菩提心 那首歌如果你們有機會出家的時候 當你剃頭的時候就會讀這首歌 它說善哉大丈夫能了世無常 出家弘勝度 源度一切人 意思就是跟現在這一首歌 有些相通的地方 不單是佛陀能夠寫起他的皇位出家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 都有很多位皇帝出家 我們都知道首先出家 然後還族再做皇帝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明太祖朱元璋 還有一些皇帝 他做了皇帝之後出家的 就是明朝的劍文帝 唐朝的時候有位叫唐宣宗 唐宣宗是唐獻宗的第十三個兒子 他繼位之前 他曾經出家很多年 這位唐宣宗出家之後 就去到浙江一帶去遊歷 有一位叫齊安法師 他是一位修行得很高度行的僧人 他主持浙江的蕭山寺 蕭山寺其實是在杭州附近的 有一次這個蕭山寺舉辦了一個叫做 毛姐大會 毛姐大會就是說 它是沒有限人數的 有多少僧人來應共呢 他們都會供養他們的 那當時這個唐宣宗就是 隱身在所有出家人之中 來參加這個法會 齊安法師 因為他是一個修行很高度行的 一位法師 一個主持 他就用他的定力 就預先知道這位唐宣宗 就會來參加這個毛姐大會 他來的前一日 他就跟寺院所有的注重 所有的出家人說 明天有一位奇異的人來到 你們不能夠散心雜念 不能夠多說話 不要製造很多的糾紛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佛法的弘揚 唐宣宗來到之後 因為他那時是演出家照 他來到之後 這位齊安法師馬上就看得出 中午他們就上貢 上貢之後就吃飯了 吃完飯之後 齊安法師特別留下唐宣宗 跟他聊天 他就跟他說 他希望唐宣宗 將來能夠笑龍三寶 齊安法師父託了唐宣宗 唐宣宗雖然他演出家照 但是他的志向還是很遠大 有一次唐宣宗 就跟著涉智行禅師 一起遊山換水 當時唐宣宗也是以出家人的身份 去到那裡看到山裡有些瀑布 當時這位志向禅師提了一首瀑布的詩 他就說 村雲透石不遲勞 地遠方之出高處 唐宣宗馬上就接下 下面那兩句說話 他就說 溪間豈能留得住 中歸大海作波圖 小的溪和山間都是留不住 一定要回歸到這個大海之中 就是說他的志向很遠大 但是後來的確是有一個恩怨 唐宣宗就是他的侄叫唐武宗 唐武宗在匯昌五年的時候 就把這個佛法破壞了 把很多的寺院都拆除了 到匯昌六年的時候 唐武宗就要受這個果報 因為他毀滅了佛法和寺院 他的身上就關了一些倉 因為這樣後來他就死了 他死了之後 大家就迎請唐宣宗繼承皇位 唐宣宗繼位之後 他就大興佛法 就將匯昌五年所毀壞的寺院 全部都恢復回來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出家的時候要發願 要同佛出家救護一切 經文裡面說 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笑龍佛種發無上意 三歸醫裡面的第一句經文 就是自歸醫佛 前面那個自歸於 歸就是歸頭回歸的歸 歸就是方自歸於 我們平時讀經文的三歸醫 就是自歸醫 歸就是八字做過反的歸 醫就是依靠過醫 為什麼會有這個文有不同呢 下面都會告訴大家 這個三歸醫的第一句 自歸醫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發無上意 和前面這個經文裡面說的 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 笑龍佛種發無上意 是有不同的 原因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一般通用的六十花鹽 而我說的這個淨恆品 它是八十花鹽裡面的 在這個八十花鹽 和六十花鹽裡面是有不同的 因為六十花鹽 是比八十花鹽更早翻譯的 八十花鹽就是唐朝時代的日本 而六十花鹽是由東晉時代所翻譯的 六十花鹽的經本 是由南北朝的文學家 謝寧雲、潤筆的 而八十花鹽是由唐朝的大文學家 王維、潤筆的 所以兩個人在文學的草藝上各有千秋 不過自古以來 文人有一個特色 就是前人表達的方式 後人為了避免說他是抄襲 就會換來另一個方式去表達 雖然有些好像發現新的一樣 但也會有他的缺點 假如不是真正的那個深聖的發明 但這兩個人的創造 很可能會變成文字上的雕蟲小技 不過在這兩位翻譯的 這兩位潤筆的大師的指道 應該不至於有這些缺點 但是我們看看這八十花鹽的四龜衣 和現今的三龜衣兩者都有它的差別 差別是什麼呢? 一個是歸於和歸依有不同 第一個自歸於佛和自歸依佛 在文字上來說是差不多 但在意義上來說是有它的區別 歸依佛 這個依很容易會產生成一種錯覺 依就是指依靠 是容易有依賴的感覺 就好像歸依佛之後 我們一切的行住在我 都是有佛祖 有佛陀來做我們的靠山 如果死了之後我們要落地獄 這就是佛陀的責任 佛陀要說 要我們出生死輪迴 不在這三界之內 我們歸依佛之後 如果還在這三界 那就是佛陀要承擔我們的責任 所以現今的歸依三寶 已經產生了一種紐幣 原本歸依三寶是要依靠三寶 但現在變成了依賴三寶 這種依賴會使我們失去獨立性 所以學佛的人 現在有些非常嚴重的毛病 在思想上和觀念上完全依賴佛陀 把自己當作一個包袱 把我們的包袱 丟在一輛三寶的車內 我們坐在車內 不管那輛車去到哪裏 再去到哪裏 就忘記了我們真正歸依的意義 就是我們要食斋 我們要念佛 其他我都要三寶去父的責任 不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這些就是我們在學佛裏面 要有一個警覺性 覺得這些是不對的 我們歸依佛不是依賴著佛陀 再說我們歸於 歸於是有隨向的意思 歸於佛就是要我們隨向這個覺悟 歸於法就是要我們隨向真理 歸於真就是要我們隨向和諧和寧靜的目標 所以歸於佛是比較合乎佛法的用詞 只是這個語句的偏差和誤解性會比較少 從這個修行和行悟的立場來看 歸於就是要我們去向這個覺悟和真理的目標 去向和諧和寧靜的目標 歸於是比較沒有這一層的意思 正確來說就是自歸依佛 這個自歸依就是自己歸依自己 佛是覺悟 即是說自己歸依於自性的覺 依靠自己的覺悟的能力 如果仍然是無法體會這樣的說法 我們退一步去做文字上的表達 自歸依佛 歸是回來 依就是依靠 依靠著這個覺悟 再用這個法義來說就是以這個覺悟 作為我們生活和生命的標竿 這個標竿就是一種的原理和原則 不再是這個視相上的依賴 自歸依法 就是自己歸依自性的真理 就是自己本身真實存在 就是這個諸法實上的部分 可以說是自己回過頭來 依靠這個真理 以這個正法的真理 作為我們生活的目的 啟發我們的自性 自歸依憎 就是說自己歸依自性的本來面目 就是清淨和諧 原容的原始的狀態 可以說是自己回頭來 歸依這個真寶 歸依這個清淨 歸依這個和諧 原容的境界 以這個清淨和諧 作為我們生活上一個標竿 並且啟發我們 因為生活上有太多雜亂無章 沒有標準 即使有標準也不敢肯定 因為都只是停留在這個 飾物的階段 希望各位能夠以這樣作為一個標竿 我們盡快地達到這個清淨和諧的境界 中會聚集就是說 跟我們一起的意思 我們要怎樣才能夠達到目的 這三個標準 以這三個標準來說 第一個就是以初學者 從最初發生學佛的階段來看 我們應該能夠使到家庭 能夠達到和諧、圓滿和幸福 從自己來說 應該會產生無視、安長的心境 假如有競爭的商會之間 還有爭鬥和盲目的煩惱 這些都是錯誤 我們的心境的轉換 自己一定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學佛之後 自己必定會先產生這個變化 在這個本質上的變化 然後再使家庭產生這個本質上的變化 原本是在外面很忙碌的人 學佛以後會盡可能留在家裡 這些是必然的條件 如果相反來的 就是原本在家裡 是一個很稱職的成員 學佛之後 每次都向外跑 這些都是不對的 我們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學佛的人 學佛之後 特別很忙 早上去這裏拜佛 去這裏打佛七 晚上又去那裏拜參 每次都會忽視家庭的人 在家庭幸福方面 令大家都不和氣 這些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學佛之後 我們應該要充分運用 不要學佛之後 就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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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可以說 不是說我們學佛 參加法會的活動是不好 而我們最好一個就是 我們學佛之後 希望令到我們家人 都能夠學佛 一起去參加一些法會 這樣我們才是更有意義的 如果家人不能夠參加 我們都不要和家人有些爭吊 我們盡量少些 或者留在家裡 和家人一起 所以我們跟家人一起 也可以說是 眾會聚集 即是說我們能夠寫眾罪法 成一切智 其實家也是一個法會 我們轉變我們的看法 就是如果我們家裡有兩三個人 我們怎樣可以去轉法輪呢 如果我們有父母 兄弟姊妹 子女 共在一起的時候 就好像是一個法會一樣 我們不要在爭鬥 不在開餐 在喝茶 我們要把它轉變過來 成為一個法論 我們怎樣用心 能夠去做 就可以能夠達到這個三摩地法呢 就是大家一聽到三摩地法 就以為是非常深奧的法門 其實三摩地法 就是指我們當下這個情境 能夠和家人談談佛法 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上 能夠將佛法融會下去 這就是我們 叫做眾會聚集 我們大家時常都會有一個抱怨 哎呀 我又不夠時間了 為什麼經常都覺得時間不足夠呢 其實我們自己沒有好好地細心去想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浪費很多時間 在發白有夢 打網上 尤其是現在傾手提電話 可以傾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樣浪費了我們的時間 其實我們沒有去檢討自己 就在埋怨 哎呀 都不夠時間用 我們其實要轉變我們的想法 我們將聽電話的時間 用來誦經 唸佛 爭取這個時間 作為我們做這些功課 我們能夠在這些轉變 能夠警覺到 我們人其實就是這個 在這個苦集滅度裏面 這些是苦的 我們要怎樣從這個苦來轉變呢 我們用很多個方法 排除了我們一些不好的東西 轉變成為四聖帝法 如果我們這樣做都覺得不夠 我們平時可以用講電話的時間 用來轉變就是念經文 或者做一個會向 一天的功課 我們想了不夠 我們可以學習 怎樣去轉換 就將這個三窩地的法門 更加深入 只要我們沒有人教我們怎樣去應用 如果我們能夠時時運用我們 這個轉換的法輪呢 我們一天24小時都在轉發輪 都在做功課 如果有人來探望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轉方法 就是當來探望的人 就好像自首菩薩一樣 自己就好像文殊師利菩薩一樣 我們將它轉變過來 將日常一些事件我們都能夠轉化 那麼我們將這個事情的問題 就可以得到這個具體化 就不會只是一種法勞騷 我們要將這個事情之中抽象的 凌亂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歸納出來 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事實 這樣能夠帶入這個法界 在生活上我們時時要有警覺性 才不會覺得不知怎樣去轉這個法律 就算我們學佛很苦 學佛其實不是苦的 學佛其實是很活潑的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能夠覺得非常充實 而且我們的能量一再一再補充下去 不再抱怨和發洩 因為一般人都會生活在這個惡性循環之中 所以養成一些不好的習慣 所以我們由現在開始 我們要警覺 我們要覺知 一個警戒來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帶入這個轉法論 當然有時我們都會走出這個惡鬼意外 或者是對方抱怨 自己也會跟著同樣抱怨 大家都會有一些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們要經過很多次的訓練 以後我們就會帶入這個正確的軌道裡面 這樣才是真正的法律 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學佛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只要我們和人相處 都可以共轉法律 這些就叫做三窩地法 以上所說的就是自歸於佛 自歸於法 自歸於真正的意思 時間到了下面的經文 下個禮拜我再繼續和大家說 我們現在匯響 坐下 願意似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阿彌陀佛